欢迎回到悲凡大探索 台中学府路上有一家以台湾小吃为主的早午餐料理 人气最高的就是这道泼墨画纹冰花煎饺 外皮是用竹炭粉渲染出黑白灰三种的漸层 里头包入夹心肉干贝还有鼻奇 煎出来的饺子花纹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 而且肉馅吃起来汁多鲜甜 为了掌控新鲜度 每一颗的煎饺都是现杆现包 也因此数量有限 太晚来恐怕就吃不到咯 长得很像军烟饱很大颗 很上雨的感觉因为它是粉红色的 很惊艳 因为一般的煎饺它不会做像泼墨的这种摆盘 跟它的花样 外皮灰白相间 鲜飘香的竹炭泼墨尖角 脚皮柔软肉馅鲜嫩 另外粉嫩红麴鲜虾鲜虾口味 虾肉配上猪肉 海陆双拼很够味 龚龚龚古早味桂圆麻油鸡面线 用料丰富不马虎 充满麻油和蛤蜊香气 口口浓郁富有底韻 就是传统的东西 然后也比较没有经过一些架工的 应该这样讲好就是我可以感觉到 就是它有保留那个食物的原始的味道 市面上煎饺锅贴到处有 为了做出独特 李杰玲把脚皮当作画布 做出饺子界的独一无二 就让人家知道 因为我们从皮到线都是自己做的 对那因为为了独特性 所以就是把皮的外观做一点变化 然后因为那阵子很流行大理石吻 想说我混混看好了 对然后因为在混的过程当中 发现它一点都不像大理石 对比较像山水花 纯手工黑色泼墨脚皮 用竹炭粉调色 每一片都与众不同 另外红色鲜虾口味 红麴脚皮流入一丝淡雅气息 为了让尖角不是须有其表 内馅就得让人出乎意料 内馅的话里面基本上我们是用夹心 然后我们有混一点猪油 那比例的话是三比一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加笔起 然后跟那个干货的干贝 竹炭泼墨煎饺加入面粉油水制作冰花 因为强调不过多调味 饺子里大多放入海鲜提味 让味道更加鲜甜 六颗入大份量泼墨画纹冰花煎饺 外皮渲染黑灰白漸层 搭配一大片爽脆冰花直挑味蕾 猪肉馅夹藏高丽菜 干贝和脆口鼻齐 每口皆是惊喜 另外海陆双享受的粉红少女 冰花鲜虾外皮充满少女心 内馅澎湃十足有料 鲜脆虾仁配上鲜甜猪肉 搭配韭菜高丽菜吃来鲜嫩不干柴 我自己个人的偏好就是 如果是内馅我不喜欢那种吃的 会在嘴巴里面散掉的那种内馅 我觉得那种过瘾 可是它的内馅是 是蛮有嚼劲的 而且味道很够 新鲜美味天天手做上菜 李杰林从小对烹饪热情澎湃 于是大学踏入餐饮 投入教职行列 在偏乡担任烹饪老师 教书六年 却因为学生家庭问题 不忍心孩子被家长伤害 最后背离自己专业 离开教职生涯 了解下来之后 那些故事就是 你会往心里去 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到 就是你可能睡觉做梦 也是在拍讲座骂学生 对然后或者是 就是比较可怕的画面 也是就是会 于是干脆不去想不去看 离开校园 平所常开餐厅 把无法登上台面的台湾小吃 运用巧手 变身人气早午餐 因为近几年就很流行 不乱去嘛 对可是我发现西餐很多 那我自己也这么喜欢不乱去 那我觉得中式的早午餐 其实没有人做过 它不见得一定要流着汗吃 或者是可能是 铜板很快速就能解决东西 其实它跟西餐一样 或者是意大利 它一样是可以 有个舒服的空间 坐下来慢慢享用 对 热卖的台湾米萝卜糕 纯手工再来米浆制作 是李杰林的阿嬷 常做给家人吃的日常点心 口味的话 阿嬷原本是做原味的 就是只有了萝卜丝米浆 跟些许的调味料而已 对那我自己加了油葱啊 香菇咸淡去做不一样的调味 现煎酥脆阿嬷的香煎萝卜糕 外皮微焦香酥脆口 李承吃得到萝卜丝纤维 卤香菇和咸淡颗粒 吃来咸香有菜桃的香气 每口亦有味尽 就是你跟外面传统吃起来 就是萝卜糕就是可能只有菜头丝 或是你可能也吃不到菜头丝的那种 是不太一样的 对它就是感觉你吃进去 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口感 就是有咸蛋黄跟香菇一样 鲜嫩鸡腿肉慢慢地放满整个锅 把白嫩小鲜肉煎到古铜金黄色 才会鲜香诱人 杭阿莱的传统麻油鸡面馅 大多麻油米酒入味 为了提升鲜甜 李杰林加入成本高的桂园增添风味 加桂园是因为有一次去竹山的市场 然后路边就蹲着一个婆婆 她就是真的是手线拨的桂园 就是去壳之后又去脂 她就说桂园加麻油鸡非常好吃 我说真的吗 她说对你回去试试看 对后来试了之后我蛮喜欢 因为她就是你汤头喝起来 就是会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鲜葛桂园麻油鸡面馅一上桌气势澎湃 鸡腿肉蛤蜊和蔬菜堆成一座小山丘 鸡肉吸附麻油汤汁软嫩不油不干柴 手工面馅带有弹性 每口鲜香有麻油香气 汤汁融合鸡汁和蛤蜊鲜味 一大碗吃来饱足又鲜美 它的蛤蜊很大颗啊 鸡肉也是给的很大块这样子 然后鸡肉也不会过老 蛮嫩的蛮好吃的 对啊就是我们小孩子 也都很喜欢他们家的面馅 李杰林的中式早午餐 位在台中南区学府路上 因为不在闹区 常笑称自己开在美食沙漠 我是很有热忱在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我的续航力可以比较久 我不是单纯只是想开餐厅赚钱 是研发菜色煮东西 把菜做好吃做漂亮来端出来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我能够在这当中找到热忱 找出差异做别人不敢做的 李杰林的目标简单却很实在 从老师转站火房厨师 未来的每一天都要秉着坚持 把老味道包装翻新 让客人吃出新意 我能够在家里 我能够在家里 感谢观看